周选王把秦众省起为大福之后 就派秦众带着唠秦仁给劝荣干张起来 但秦仁最后不敌劝荣 不禁秦仁占颁 而且秦仁也洗颂在了战场上 当秦仁占死的消息传回秦仁之后 唠秦仁是蓝魔女类 都不知道该咋办了 由于秦仁是周选王派出去的 所以秦仁占颁 秦仁占死的报告自然就放在了周选王的办公桌上 报告因为康斯这么谢的 真净 秦仁封名拱大劝荣却不了被劝荣犯洒 这到底是劝荣人人性的丧事还是秦仁实力不行 地下还有个副表题 秦仁不可不治的战争劝荣的始终方法 当周选王看到这份报告之后 周选王一下操了 问这谁写的报告 在大周朝啥子摸出来了 真净不 秦仁都为国卷取了 你们好好分析原因一天 我真净撒了 你去把秦仁他儿个叫过来 然后秦仁的五个儿子就在老大一行 其业就死后秦专公的呆令子下 他爸也大不够 然后周选王就问盈其 那你想给你爸报仇不 只要你想报仇能给咱把劝荣灭了 那这次也活出去了 那给你秦仁资源你 你又没有信心完成任务 秦专公说 又啊那不但有信心 而且这次一定把劝荣给收拾了 那这次要是不能为我爸报仇 不能大败劝荣的话 那后世纪的李四处就是胡写 因为后人的四处都记载了这张大赢来 周选王一挺秦专公这理由 周选王有点猛 是行吧 你这理由简直就是不跟个反驳的机会 此后秦专公兄弟误人 就带领了七仙 走人回道的弄戏 做成了走秦连军 给劝荣决斩 七仙人别说死在两千多年前的愣病气死在了 就是放到现在 几次七仙为大骂一块去呛你的球上 调广场物 你看了都害怕 不给都不消 更何况这是七仙正规军 周选王这次能够排除 七仙咒大军 协助秦人大劝荣 而不是相对秦众的样 则是靠头鼓励 协助秦连军 过不其然就像四处上记载的那样 不但大败了劝荣 而且还把大骂不足 被劝荣占领的喜劝球也给收复了 紧过这一张 劝荣对习咒的猥蝎三思戒出了 又一件习咒万气 传识请同其名字叫补其贵 贵上面的名文记载的就是 秦专公带领走秦连军 大败劝荣地上战役 不死预期诸此 没有啥实际含义 其就是秦专公的名字 秦专公衰令 不上那就给你算了 从此喜锤那块地方都是你秦人的 你想扎政扎政 兵器还要缝你党喜锤大腐 你看这是了不了 秦专公在轴选王的邪柱子下 不但大败了劝荣 而且扩大了秦部落的令堤 这对于秦人的法战是非常重要的 秦专公一共在位44年 算是炒肠呆继的 在秦专公在位的44年里面 甚至由第一位秦帝首令斐子凯次 到第五位首令秦专公的这 蒋经100多年死戒地 秦人的法战 一直伴随着习舟摩罗嗦带来的灾烂 因为秦死习舟的术果 而且秦帝处于习舟和习舟 两种文化的幻宠地带 属于你看不上个人也瞧不上你那种 习舟国阵要是好好干了 国父名强 那劝荣就不干欺负周潮的术国秦 即使偶尔定个校母表 向他秦帝呛个万回去 他们也会害怕秦背后的周潮 但是周潮的国阵要是不整齐 劝荣人不禁要呛秦人的万 而且很有可能还要砸主潮的果 这就跟你十秒二次又个特别有钱的朋友一样 只要他有钱了 那你也可以跟着吃香的喝辣的 但现实情况往往都死 朋友都不整齐 最后把你给逼成有钱人的 秦人也一样 在习舟王朝奏香复免不克尼传的情况之下 喜荣族饮取强大 这就把秦人逼着 踏踏实实 一步一步奏香强生